内关系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 今天是邀请了海委会主委管碧林 以及陆委会主委邱泰三 来针对中国的三无传翻传案 进行专案报告 不过专案报告的名称呢 是引发了蓝绿的护轰 那今天呢 民进党立委沈柏阳 在下午直询的时候 也质疑说赵伟高金素媒 把这个主题定调为金门的撞传案件 根本是来配合中共 也带你听到他们两个的最新回应 但是呢因为我是招伟 这个案子是我排的 所以你在引射到我 所以我在这边特别跟你提醒一下 第二件事情 我今天会用这个名词 对不起 不是 这是你个人的意思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呢 我今天为什么会用撞传事件 也不是我个人提出这个名词 我认为是在2月22号海巡署的计诊会 还有检察官都明确的说 有碰撞这样的事实 所以我引用 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也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好不好 好 这可以听到沈柏洋在质询的时候 是提出说他认为呢 有人用这样子的排案来应赫中共 因为高金素媒把这个案子定调为说是金门的撞传案件 也引发了绿营的不满 不过高金素媒呢 也随即拿起麦克风来反驳说 这样子根本不是他个人的意思 他是认为说海巡呢 这一次的确是有来撞传 所以才把这个名称定调为撞传案件 不过因为这个名称呢 其实已经引发了一整天蓝绿的持续攻防 那这个质询都还在持续 预计下午的攻防也会相当精彩